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 魚魚的股票解碼, 我是Sam 今天和大家去分享有關 中華煤氣和廣華煙氣的業績 我們先有少少東西介紹一下 當然, 入碼廣告 回到我這個經常去的網頁 就是在我自己小弟的網頁 麻煩大家 除了去看我平常的Vlog 我剛剛伸出了一個古樓人生的Youtube 麻煩大家去訂閱一下 這一個個人的Youtube 都是分享古樓之外的東西 人與事 價值觀, 心態, 想法 都會和大家去聊聊天 推出了不久 雖然成立了一段時間 但最近開始覺得 不如有另一個Youtube 在另一個範疇 和大家分享一些自己的想法 好, 接著就回到我平常的網站 直接進去看看 先看看廣華煙氣的業績 廣華煙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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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中華煙氣的 未是全資附屬 也是一間子公司 看回它的業績 全年做了128億的生意 相比2019年來說 少了少少 但在其他收入各方面 收入多了 變相來說 相對來說 整個順利就多了差不多10% 每股盈利就49.5% 以現在的股價來計 未到8倍 7倍多 未到4元 其實它一吹完業績 又先派回15元 穩定地派息 以及可以以股代息 其實都馬上升了8% 出完業績之後 看回它的年內日利 這些就自己看 都是一些基本的數據 相信大家聽了一段時間 都會懂得看 看回它的結餘熱金 其實都多了一段 下面 這個就是關於銷售、經營、管道、燃氣和相關產品 就做了差不多100億的生意 營利10億 燃氣接駁就做了十幾億的生意 大家看回 如果你相比2019年 我們用回那個功能 就是2-page-view的功能 一看就一目了然 如果就這樣 相比兩年 這裏是2019年 左邊的就是2020 右邊的就是2019 右邊的就是2019 你看回它的銷售燃氣產品 就少了 2020 反而燃氣接駁就多了 這個就是12826 這個就是12924 這樣去看 這樣去看它的營業 其實有得對比 12924 12826 OK 好 那我們去到剛才的頁面 營內、日利、稅 大家有很清楚 可以 compare 到 究竟 哪些賺錢多蝕 一看就很清楚了 這樣 如果這樣看 就營氣接駁的生意 就會高了 工程那些 銷售可能不少不少 但相對來說 它這個生意也是穩定的 那你見它 其實如果 有關 如果你不熟悉國內的 那些 就看回它自己說的內容 增長8% 數目達到一千多萬戶 做那些 有些融資成本 怎樣計算 貸款那些 整體來說 我自己會看 做那些煤氣 我當然當它是 公用股 都是穩健的 穩健的 相對來說 我們再看看另外一隻 它是媽媽 三寶仔 我們用兩頁的模式去看 三寶仔 比較多些內容 因為我都看過 隨稅後升 即是72億 就多了2億 或者升了30% 那 它又說內地的情況 也有提過廣華 燃氣 還有說 有幾個項目發展 我剛才都不特別說 因為相信自己都有能力去看 我都是 概括一點 去講 跟大家去看看 有沒有什麼地方 大家要留意一下 如果看回這些業績 營業額 這個是多了 其實這些業績 都會包括聯營公司 或合資公司的營業 其實這裏有條數 就是廣華營氣那條數 都會擺進來的 因為現在基本上 它上市公司的規例也是 總之佔了幾個% 就會擺進來 這裏 就反映它整個系的狀況 好 然後繼續看下去 最主要是股民都很關注 就是去派息的情況 這裏也有說 就是股息 就是接下來派23千 另外除了派23千 我們又找一下紅股 看看前面的 它不是屬於用了多少錢派股息 那這裏 第8頁 它都有提 第8頁 它有提 每20股就送一股紅股 那其實呢 如果大家 在股海一段時間 其實呢 每一次送紅股 或者派息都好 其實它都是 在除淨之後 就把那個數 就除出來 可以這樣說 譬如它今天是 收市是8.2 或者8.3 8.3 那如果它除了息 在除息日之後 其實就只剩下 但剛才說的8.3 那就會變回8.07 那另外呢 就會扣上它 20送一的紅股 即是 再把剛才說的數 就除20 乘20 乘21 這樣 變成整體的股數 其實就會增加了 對 那 那 如果看 它整體 說真的 煤氣的主要 是 是 香港的 大家都知道 這件事 還有第二件事 它也有說 那些再生太陽能 光復 風電 還有做些什麼呢 其實都在說 未來一些發展 例如有說過 那些 以農間廢物 或者非食用油 其實有一些 就叫做 Bio 就叫做 Hydro Treated Vegetable Oil 即是菜油 那些 那我覺得 接下來 會是有一個 持續性肯定 還有國家的政策 都在說 新能源 那 我覺得 平穩 而是繼續 有得 在業務上 可以繼續發展 還有 看回 因為有些篇幅 都是說 中國內地 那 如果你問我 國內的發展 其實 我會看回 廣華延氣的發展 那個情況 那 我覺得 那個空間 會比 怎麼計 我覺得是會比 三號仔 發展的網絡會高很多 因為其實 說真的 如果你說 覆蓋率 廣華延氣 只是佔很少%的 在整個大陸來說 你想想 他的競爭對手 還有華潤延氣 還有一大堆上海延氣 很多很多 他只佔 那個 比率 只是 我的印象中 都是 說幾十個城市 那 怎麼可以看呢 可以 剛才那個可以看 另外 就 在 這個 ET 也可以看 那 看那個業務開放 第二件事 他就 在 10月的時候 其實都 跟 上海延氣 做了一個 換股的安排 各持有 就是 換完股之後 各持有 對方 25%的 股權 我覺得 在策略上 其實在 他的 業績上面 都有說 將 整個 就是 叫做 CCG 效果 令到 客戶數目 超過 2000萬 我覺得 就是 整個 就是 有個協同效應 和整個協作 都幫助了 廣華延氣 接下來的發展 那個 策略 不過 有一些地方 我覺得 需要大家去留意 例如 去到 業務回股 那裏 廣華延氣 其實是說一件事 關於 發改委 要求 在疫情下 降低 管網輸送費用 和提前執行大任貴 價格等措施 要求 公器單位 下調銷售價格 做了一些舒緩措施 例如 建費不停工 那些 亦都有一些 暫緩費用政策 其實 說真的 你要在國內投資 你一定 就要 守回它的規矩 或者法律 尤其疫情下 一定會有影響 包括一些舒緩措施 或者暫時降低 某些價格 這些對於一些上市公司 都會有很實際的影響 這點大家一定要留意 就是國策對於一間公司的影響 但是 如果跟煤氣比較 我個人就比較喜歡 1083未來的發展 不論是 它本身的業務開放 或者是未來的發展 我覺得廣華燃氣都做得不錯 如果看回 其實 三號仔 都持有廣華燃氣 就68% 而且你看回 它上半年受疫情下 如果再前一年 那六個月去比 它跌了11% 下半年 基本上都追回盈利 我覺得相對來說 媽媽和兒子 我比較 在這一刻 我就比較看好廣華燃氣的發展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其實接下來 都會有不少上市公司 一直會公佈業職 說真的 一成幾千間公司 都沒有可能跟得上所有 我只不過就會 抽一些公司 比較 即是想去 特色一點去說 例如 本身我屬銀行股的情況 比如 招行那些其實都出了業績 那我就 會稍後 連同其他 內銀行股 一起去 分享 3月份 比較忙 你就這樣看 都會有很多 業績報告 包括 接下來有一隻 預言 之前跟大家去 分享過 都會跟大家 在這個平台上 看看自己的見解 另外還有一些 內訪 工業股 有些值得說 我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集時間到這裡 拜拜